那我很仔細的把它看完 寫得清清楚楚 明明確確 但這個內容 具具體體 對對對 就是它寫得很清楚嘛 餐廳有水分 那所以 所以米鳳姐 唯一就是當天的菜色沒寫 那已經不重要了 多少錢還是重點 當天的菜色叫新太平 市政府的湯也不高級 但是問題是 能被帶去表示 你是我自己人 對對對 所以事實上 這個東西都非常的明確 那總統府的回應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在錄影嘛 等一下會有政治的聲明 那我先跟大家提前講就是 總統府的說法 好 我跟你講 完全不是事實 嗯 明白 匪夷所思 清楚 然後請名嘴就是米鳳姐 具體指出所謂 馬的長期幕僚是誰 講出來那個人是誰 大家公開檢驗 可是他講這樣還不清楚啊 對 我 我事實上 對 把它講完 大家公開檢驗 也負起應付的法律責任 就這樣子 那會不會告呢 他說再講就告 再講就告 對 再講就告 但是問題是 這個是 可我們今天沒有講 是有人念他的文章 不是啦 意思就是說 如果米鳳姐還是堅持他的文章 是我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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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就告 還是你們講也要告 不會吧 不會吧 就說 對 我覺得支持米鳳姐的論調 也認為馬總統有這個餐序收錢的 他可能 對 他可能 但是因為你是 你是苦主嘛 你是作者 馬總統加持的名鳳 沒有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前幾 不好意思 你有修斷你好不好 劉文雄已經講過類似的東西 同一個事情 對 沒錯 而且到了也 後來也都 都沒事嘛 好 劉我們差不多要補充 我來講 劉文雄其實 早就在一年多前 就已經講過類似的劇情 其實應該是講同一件事情 就是2007年的那一場 就是這個六七個人 弄兩億元的事情 12個 對 當時劉文雄講的是六七個人 那當然要湊兩億元 好 那這個也被告啊 但是針結不起訴嘛 對 換句話說呢 這件事情如果 所以劉文雄沒事 沒事啦 已經沒問題了 所以 我是覺得說 這個總統府現在當然 我覺得他像進攻之鳥 動不動 沒想到跟他告 但是我們其實想要釐清的是 政治獻金這一塊 其實這些提到的 不管是有沒有兩億元 主要是真有其事 或者是即便數字不到兩億 他只要超過三百萬都是違法的 沒有 他個人只能一百萬 對 除非他沒有申報就是違法的 對 都是違法的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說 馬先生其實不是他所藏起來形塑的那種 哎呀我這個人啊 青年是我的生命啊 我從來不信這種 這種什麼話 我有兩個鬼話 現在喔 你來看 這個事情 會講得這麼具體 難道是所有人都是 都是怎樣 對 高聽徒說 要去屋子誰嗎 每個人都寫小說 剛好寫的都一樣 對 我跟你說 可是總統府講那個話 否認會不會說 絕非事實 匪夷所思 講的是金額 不只這樣 是 真的 聽說前後還有 我不曉得 我是說差一次 對 請看下期的新新聞 他會寫那個 所以總統府如果要告 看完下期新新聞再一起告 對 可以啦 下禮拜四我們就上下了 對 你們城市總統 不論是人事實地物都不對 還是說金額不對 現在 我也跟那個 彭一哥坦白報告 就是總統府他下面會有幕僚 還有發言人 他們會拿這個事情去問總統 總統就叫他這樣回應 對 那事實上這些幕僚 他們可能也不知道 這個幕僚是第幾代了 現在的幕僚 2000年的時候 現在的幕僚都不知道 對 我在跑新聞 可是他們當時都還不在團隊裡面 他們不會知道 所以他們是第幾代了 而現在我們所在講的這個 長期的所謂貼身的幕僚 事實上我們都認識 但我現在把他名字講出來 我相信觀眾朋友一定不知道 因為連跑政治新聞 比較之前的 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誰 因為他不跟記者接觸 除非你 為什麼這麼神秘啊 他不神秘 他只是不負責新聞聯繫 他的工作就是幫馬英九總統 從他以前一路這樣子過來 連市長之前就已經開了 幫什麼 幫他處理 沒有 他已經說辦公室 他比如說 這個在當主委或副主委 或有副主委辦公室 當部長有部長辦公室 當市長有市長辦公室 對啊 他都辦公室主任 是辦公室裡面的人嘛 對啊 辦公室主任大家應該都很熟啊 可是他不是新聞上 他通常不一定要新聞上 他在扁案裡面陳正惠的角色 陳正惠 陳正惠 陳正惠是只做一件事 只等低 陳正惠像秘書 陳正惠像秘書 他已經是秘密 我沒有關係 我覺得總統我不要值 陳正惠只能做紀錄 你外面照回來 我做紀錄給你收起來而已 我照他不可能參與 說好 民鳳一個人就寫到這樣 總統有就畫生命 你新新聞還輸人 你是要怎麼做 他會不會 後面六個 不是啦 新新聞 新新聞 我不曉得李鳳速度那麼快 所以他拔著頭籌啊 沒有 破了我們的新聞 那不然你學校啊 他速度那麼快 踢了什麼法定 之前的修法 新新聞本來就新的 你們早上還叫新新聞 但是我是周刊啊 一個禮拜才能出一次 我覺得是這樣子 難道這個以 你們有沒有更勁爆的啦 我說民鳳拔著頭籌啦 我們會打電話到總統府 會去向當事人查證 就是那個 身體健康的喔 身體很健康的 老朋友啦 老朋友 應該不會回應啦 他不會回應 如果沒點名出來 他應該就會出來吧 可是我們該做的查證動作都會做 來啦 我們問一下 一樣社會學啦 你自己 這麼敏感的東西 你又是這麼大的位置 你怎麼可能沒有做一些防火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到底 這個防火牆會怎麼燒上去 這個火擋不擋得住 這才是我們要想的關鍵啊 因為我舉個例子 我聽過一個故事是這樣 比如說 這行的急著要脫手了嘛 因為不是有什麼 台灣有 全世界有黨產的也不多啦 我們就不要講哪一國哪一黨 這行加這行加這行 總共要百六千千就對了 因為有落日條款 是啊 好 好 好 沒辦法叫人點名要買 就買嘛 這行加這行 再加這行 好了百六千千 要簽約的時候 他說 你金額什麼百四億就好 我賣你百四億 那不是百六千千 另外二十億不要寫下去 他說二十億是老闆要在的 對 沒有老闆要在的 你說 這個都已經寫上了那個 那個訴狀的來自 隨便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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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他確定拿得到 所以其實付錢的人也會想要知道 這個錢一樣嘛 這個兩億如果不是非常非常可以代表的 不敢收這個錢嘛 那一樣這個這樣子人家只是說 是不是確定是他拿得到的 人家不給他們 就不敢講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就不敢講了 就不敢殖民講了 這就是防火牆嘛 我沒辦法直接這樣講 所以他就沒有傳 現在就要把他突破他的防火牆 都不容易 那個缺身幕僚就是防火牆啊 對啊 容不容易 很難啊 因為我要這樣講 有一個建築業的大老闆 親自跟我講他給誰多少錢 我相信這個老闆不需要騙我 因為他是在跟我講 轉述他的政商關係良好 那在選舉的時候 他要給這個人多少錢 你今天如果真的要 陳立宏在節目上說 那一個建設公司的老闆 給這個人多少錢 我要講 絕對他們都不會信任 好 這就是政商關係 你很難追查的地方 因為他們這些事情就是 他會跟你講 就是 他只是因為要吹噓嘛 事實上我們現在看 確實有很多這種 送錢的事情在我們周邊發生 但是 他們這些人 我有說 收錢收收的 去跟人家做政治服務 或做什麼 你就不要自己 電話給自己說 自己多清高 不要把自己當成自己是 哎呀 清廉是我的生命啊 就如果有去拿人家什麼 你就不要把自己裝成這樣子 不要忘記 馬英九身邊 都有過漁文這樣的角色嘛 對不對 漁文很可憐啊 是啊 所以我不寫嘛 因為怕變成漁文 可是那個也是另外一個漁文 而且其實剛剛 有可能就是 接著去做漁文 剛剛給人講的那件事情 我就直接講清楚一點 你不需要一種吵架啦 我告訴你 我寫的東西 你就當司法 我特徵主要認真 這些東西都不是新聞啦 真的 這個角色沒有漁文那麼簡單 因為漁文那個頂多 就聞到文書 最很親 這個如果 它變成防火牆 簡單來說就是 人家錢送到你那裡 但是你沒交出去 沒有 只有兩種狀況 只有兩種狀況 狀一瓣就狀 也不一定 這個人不會 這個人保證絕對不會 一毛錢都不會 有可能會吞 對啦 他不會 這個人連吞都不會 這個人不會 絕對不會 一般來說不敢吞 他老闆如果知道你吞 人家都會去 真的要交 人家說我交多少給你 什麼人今天去收掉 回家說怎麼這樣 你還想活嗎 對不對 沒錯 所以我想他不敢吞 有一些人真的吞的話 他也吞著差不多一層 那很難講 那很難講 這個很難講 我們在外面聽我們說 沒有三七拆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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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三七拆那個不是 那個是擺明 就是說東豪你要選舉 但是你沒有募款能力 我來幫你募 募到的我拿三你拿七 那個是擺明的 台灣的官場 常常說是這種狀況 你會有一個很貼身相信的幕僚 他會幫你去處理 你不能處理的事情 那每次要選舉的時候 都會有人要來 譬如說你選立委 我覺得這個以後可能你的 你會到國防委員會 會到經濟委員會 可能會跟我的產業有關 我要投資你 因為我覺得你是明日之星 你應該會選上 那這個錢又超過了我們的限制 我們的限制是 這個如果給政黨的話 就是三百一百 就是如果是公司給政黨就是三百 給個人一百 那個人給政黨三十 給那個個人是十萬 那所以一個大老闆 要捐給一個候選人最多四百四 就是說我用公司的名義 黨也捐然後個人也捐 然後我再用個人名義再三十 所以加起來四百加 三百加一百 然後三十加十 可是那如果我是一個 想要全力支持你 那就超過 那就是違反政治現金法 我有什麼方法支持你 那你就用 不要進帳就好了 對